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两本书 这两本书都是由 远竹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 这两本书本来都是 用英文所写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新的中文翻译本 这两本书 一本是刚刚天心的查字书 这是讲日本查文化 查道的一本书 另外一本呢 是内村建山的代表的日本人 讲的是他在内村建山 在这本书里面 选择了他认为值得被西方人认识 可以代表日本社会 跟日本文化 还有日本历史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他在书里面 一共选了五个人 作为他的处理的主角 其中包括了西向龙圣 上山 阴山 二公 尊德 中江藤树 以及日联上人 从各个不同的领域 选出了这种代表性的日本人 当时的这种希望 当时的西方的读者 透过这些代表的 或者是理想的日本人 来了解日本是怎么一回事 这两本书都是写作于20世纪初期 在1906年1907年左右 换句话说 他们象征 他们反映的是 那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 日本历史的阶段 日本在1868年 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很短的时间之内 30年不到 他们打败了邻居的大国中国 接下来 我想更重要的一件事件 是1904年1905年 他们打败了西方的大国俄罗斯 日俄战争震撼撼了 整个欧洲跟西方的世界 逼着他们不得不体会到 竟然有这样一个东方的小国 快速的崛起 日本对很多人 西方人来说 原来是完全陌生的 要怎么样体会跟认知日本 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 而刚刚建新 内村建山 包括还有另外一本书 是新渡户闹造 所写的武士道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少数熟悉西方 而且能够运用英文写作的日本人 他们就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用英文写书来告诉西方人 究竟日本是怎么一回事 刚刚建新的书一百多年之后 我们读来 其实还是充满了趣味 以及充满了意义 还可以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在讲日本的茶道的时候 刚刚建新很重要的是 他忠于这个历史的来历 他把茶怎么样从中国来到日本 以及在日本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在书里面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例如说他追溯了 在中国曾经产生的三种不同 茶的饮用的方式 后来其中的两种都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三种却都保留在日本 这三种是包括了 煎茶、抹茶、焉茶或者是泡茶 在中国的茶道上面 早在西元四五世纪的时候 茶已经是从长江流域一注 就已经在长江流域 是当时居民所喜爱的饮料了 到了唐代 最早的煎茶就非常非常流行 可是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宋代 宋代接下来在煎茶之外 而有了抹茶跟泡茶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宋代的人、宋朝的人 把茶予以精神化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饮料 所以刚刚天心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宋朝人对于茶道的理想 和唐代的人看法大相径庭 就如同宋代的人的人生观 完全不同于中古唐代人的人生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我们今天在理解中国历史的时候 我们经常忘掉了 唐代跟宋代 他们不同时代的差异 所以刚刚天心继续说 唐代的先祖们 是以象征的方法去呈现 宋代他们则致力于 用写实的方法去表达 在理学家的心里面 宇宙的法则 无法在现实世界上映射跟呈现 但实际上的现实世界 就是宇宙的法则 永恒只是瞬间之物 涅槃经常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而不朽就依存在永远的变化里 换句话说 受到佛教的影响 到了宋代的世人文化 它的根底的理学上 就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吊诡 各种不同的paradox 人是活在这个paradox当中 然后借由这样的一种吊诡 去体会生命的意义的 他说特别值得玩味的是 在宋朝人的思维当中 表现出来的行为跟结果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过程 真正重要的是完成的过程 而非完成的这个结果 如此一来 人们就得以直接面对自然 所以这个新的意义的层面 就逐渐转化成为生命之术 因此就影响到了 对于茶的认知 跟对于茶的理解 这样的一种 对于茶的认知跟茶的理解 因而就产生了一些 很特别的地方 例如说 因为喝茶是讲究那个过程 因此茶气 在喝茶的过程当中 它就不是任何外加 附加的 它是跟茶跟喝茶 密切相关的一部分 所以他就说 在唐代诞生了南方的青瓷 跟北方的白瓷 陆宇在他的茶境里面 告诉我们 他认为最好的茶碗 应该是青色的 应该是蓝色的 因为这种青色的茶碗 可以替茶 在茶放进去之后 会增加一种 非常非常奇特的绿色 而白色的茶碗 会让茶看起来是淡红色的 就会让你不会想要 特别的想要喝 不过刚刚天心 从历史上面 他就提醒我们 为什么陆宇会做出 这样的选择 因为陆宇所用的茶 是煎茶 到了宋代 开始有了粉茶 或者是抹茶 因为那个抹茶是绿色的 所以也就影响到 在茶碗颜色上面的选择 这个时候送人 如果是抹茶的话 就会特别喜欢深蓝色 或者是黑褐色 那种色系比较暗沉的茶碗 因此绿色在那上面 就会特别的浮显 特别的凸显出来 更后来因为烟茶 也就是我们今天泡茶的方法 那个泡茶的茶的颜色 比较清淡 所以这个时候 选择的茶碗 也就会倾向于 那种又轻又薄的白瓷 让那个白瓷秤底 把那个茶色给彰显出来 这就是在刚刚天心的 这个书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 帮我们说明 帮我们解释 茶是怎么样从中国到了日本 而他特别强调的就是 其实日本是 不只是传承了中国的茶 更进一步的是 中国因为一来是元代的印象 二来是清代的印象 所以中国的茶的文化跟茶的精神 反而没落了 没落就使得原来宋代 认为把茶当作是一种 理想的呈现跟体验 却在后来因为长久的灾祸 剥夺了中国人 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跟兴趣 中国人变得从宋代的 那个世人的文化相对应底下 人变得现实 所以丧失了对于 诗人跟古人的崇高的信念 因此 在那样的情形底下 原来宋人的那种茶的精神 在中国失传了 却保留在日本 这是刚刚天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 他说日本一直以来 都是追随着中国的脚步而前进 所以对于茶道的三个时期 都保留在日本 而且都继续的辽弱执掌 茶是怎么进入到日本的呢 刚刚天性太清楚的记录 在西元729年圣武天皇 就已经在奈良的宫殿里面 把茶赏赐给 来到宫殿里面的和尚们 至于茶叶是经过了前堂史 输入到日本 在西元801年 最成 这是最成法师 他是比瑞山的开山的法师 他从中国把茶的种子 带回日本 种在比瑞山 所以比瑞山 京都的比瑞山 也是日本茶的关键的起点 去到京都旅行的人 另外知道 在今天日本茶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那就是在京都附近的宇治 我们读刚刚天性的书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跟宋茶之间的渊源 西元1191年 是荣西禅师 他从中国带回来的这个种子 他顺利在三个地方种植成功 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宇治 所以南宋的茶 跟随着当时南宋所流行的 禅宗佛教的思想 快速地传播到了日本的各地 这是日本茶的来历 茶道在中国衰尾了之后 却日本的茶道 继续的变化跟发展 刚刚天心不无带着 骄傲的口吻说 由于日本在1281年 奋力击退了蒙古的袭击 所以我们取代了 被满足极限的中国的本土 绵延传承了宋朝的种种文化运动 茶对日本人来说 超越了引用形式上的理想化 更进一步地变成了探索生命之术的一门宗教 把茶说得非常非常的崇高 他说茶道是透过主客的协力配合 使凡夫属子从尘世当中能够跳脱出来 升华至无上幸福的理想境界 因此茶是一种神圣而和谐的仪式 用这种方式说的是茶之道 这茶道在刚刚天心的书里面描写的如此的诱人 休息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聊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 你看她又在下载 盗版影片和音乐 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 像那样未经授权 就随意下载 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 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 触法行为不能做 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 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 以免触法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大家好 我是农委会主委林冲贤 政府为了照顾辛苦的农民 现在开始 六十五岁下 有务农时机 却没有自己农地的朋友 只要审查通过 就有资格参加农保 另外农保也新增职业灾害保险 未来不限年龄 都可以到农会申请家保 大家安心打拼 政府会全力来相挺 以上广告由农委会提供 嗨 我是品官 认识台北 听见台北 感觉台北 尽在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天天在一起 天天用心听 听见台北的声音 FM93.1 幸福永远属于你 感谢您注意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两本书 一本是刚唱天心的茶之书 这本茶之书表面上看起来写茶 不过在讲完了 茶如何从中国传到了日本之后 其实书很快就转移了它的焦点 接下来讲的绝大部分 跟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讲茶道的背景 茶道的背景是哲学跟美学的背景 刚刚天心特别提到了 中国的道家思想 所以他所认知的道家 当然很重要的是 来自于道家跟人生的看法 对于茶道在日本的变化 跟发展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说 他特别提了一则 他说是一个宋代的预言 这个预言讲的是 斯加摩尼孔子跟老子 注立在象征人生的一坛醋前面 他们各自都用手指沾了醋来品尝 所以这预言讲的就是 这三派他们对于人生的看法 孔子尝了这个醋之后 就说醋是酸的 因为孔子是十四求是 酸的就是酸的 佛陀尝了这个醋 他却称之为这个醋是苦的 因为对于佛陀的角度来看 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苦 所以我们如何透过智慧 透过理解能够解脱苦 那老子呢 道家呢 老子却把这样的人生的滋味 称之为甘甜 所以刚刚天心接下来主张 他说道家是这样说的 如果人人都能够为了追求 统一整合努力前进 那人生的喜剧就更加引人入胜 你要能够怎么做呢 要长保事物的均衡 既不失去自我 又能够谦让他人 这就是福生之戏成功的秘诀所在 我们为了要能够精彩的扮演好 自身的角色 就必须要知道整出戏的始末跟经纬 所以我们必须越是在意个人 越是要同时不能够遗漏整体 这件事情老子呢 是用虚来作为隐喻说明的 老子主张 万事万物真正最重要的部分 都是存在在虚的境界里 房屋的本质是由屋顶跟墙壁 所构筑而成的虚无的空间 不是屋顶或墙壁 水的功用是它注入到空余之处 而不是靠着容器的形状还是材质 虚因为涵盖了所有的一切 因此是万能的 只有在虚的境界当中运动才有可能存在 所以道家就是主张要把自我幻化为虚 让其他的人事物能够自由出入自我心灵 这种人就可以在任何的处境状况当中 自由的行动 那也就从这里引申出来什么叫做艺术 以及为什么我们的人生需要有艺术跟艺术的态度 艺术重要的精神是借由浅藏暗示 而不是明说的 这浅藏暗示就像虚一样 因为浅藏暗示 所以它就给予了人们去寻觅思考的机会 去看 你可以自己加入 去完成一件乍看之下并不完整并不完全的作品 虚深深潜入美的情感的极致之处 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填满 去饱和一切 然后在书里面 刚上天心接下来从道转到了禅 在它的看法里面 禅在中国所引发出来的禅 后来传到日本去 但是禅它的真正的背景不是佛教 反而是道教 他认为禅跟道有非常非常密切 相关相同的地方 而且这种道家思想奠定的审美的基础 禅更进一步的把审美的理想付诸实现 传到了日本 用这种方法 他认为我们才真正能够跟体会跟认知 茶是怎么一回事 包括在日本的茶道当中 为什么要建构那样的一只小小的茶室 茶室看起来简陋 看起来那么样的小 但是茶室就是要体会 要实现 那是一个具体而为的完美的构造 正就是必须要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才能够讲究到 那个空间没有任何一分一寸 它不是纯粹的 茶之书 刚刚天心的这本书 一直到今天 对于我们不只是认知理解 什么叫做茶 什么叫做日本的茶道 还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现实的价值跟意义 更重要的是 刚刚天心他所讲的 毕竟都是哲学跟美学的概念 这些哲学美学的概念 一百多年 他一点都不过时 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读来 更加触目惊心觉得 针对今天我们对于哲学跟美学 越来越疏远 因而越来越粗糙 包括从饮食 一直到所有其他的生活的面向 都越来越粗糙的这种环境底下 他有那样的一种典型跟刺激的作用 这个作用不只是不因为时间 而有所消退 甚至因为时间而更值得我们关注 对我们来说 有更确切现实的价值跟力量 相对的就是快速的说一下 因为这是远竹文化同时出版的 被视之为跟茶字书 还有武士道并列的 介绍日本的重要的书籍 代表的日本人 则是内村建山的这本书 这本书相对刚刚天心的书 却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了解 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 要用这种方式再来宣传 或者是理解日本 恐怕不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了 在这本书里面 很重要的 内村建山他所要针对的是 他要凸显有一种日本的基本的理想 这种日本的理想 因为写作的时间 这本书最早写作的时候 就是在甲午战争那一年 那是日本崛起的一个关键的年份 那个时候作为了解西方 能够用英文写作 而且自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的内村建山 他有着这样一种 他甚至为叫青年时期 对于国家的热情 所以这本书是抱持着一个 对于日本国家主义的一种热情 他认为西洋人要认识日本 一定要认识日本人民 所保有的各种的美德 不过他所思维的美德 这个美德呢 指的是什么 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 从他一开头所选择的西乡龙胜 来一看就知道 内村建山所写的这本书 其实是对整个日本文明的一个大的辩护 包括西洋人批评日本的任何的这个观点 内村建山在书里面都觉得 他应该要有所说明 应该要有所解释 例如说很重要的一个批评 是日本长期的锁国政策 可是看在内村建山的眼里面 他却是这样合理化日本的锁国 他说我们的锁国政策虽然遭受批评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小国 作为一个岛国 如果开国的话 就会被各种不同的势力逼近甚至伤害 所以他甚至这样讲 他说如此看来 日本四面被海汉大陆包围 跟世界隔离封闭 其实是出自于神明的旨意 只是这个神明究竟是日本的神道 还是后来内村建山所改信的上帝 我们就不明白了 他说在实际尚未承受之前 贪得无厌的黄鼠狼们 数次试图侵犯日本的大门 但日本都顽强抵抗 拒绝开国 这种举动完全是出于自我保卫的本能 为了避免在于世界产生交流时 被世界吞噬 变成无法拥有任何真正属于自己特征的无形存在 日本首先必须脆裂自己的国民性 所以对他来说 他看明治维新 维新革命1868年 那是日本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 已经有了他的国民性 所以明治维新是两个拥有明显不同文化的民族 所进行的盛大的交流 就不是单方面西洋对于日本的侵略 所以他看明治维新 他所看到的是 进步的西洋 他的无秩序的发展受到了抑制 保守的东洋 则从安稳的沉睡当中醒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超越了西洋人跟东洋人的界线 双方以人道跟正义为基础 进行了交流 用这种方法 他写西乡龙圣 他也就特别强调 在西乡龙圣的人格当中 贯穿西乡龙圣一生的人格 跟他的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思想 一个思想是统一国家 另外一个思想是征服东亚 这对于内村建商来说 这也是他要为日本合理化 要解释的两个重要的态度 这个重要的态度 他要告诉我们 西乡龙圣就把他的一生 奉献在这个最根本的思想跟信仰上 用这种方式 内村建商所写出来的日本 坦白说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一个日文 也是一个日本绝对不会错的日本辩护论 这样的态度 一百多年之后 说老实话 我们已经很难接受 所以内村建商的书 虽然跟刚刚天性的书 在中文 在台湾同时有了中文的新一本 但我要直接明白的说 这两本书的价值 其实相去甚多 茶池书值得我们 今天用我们当下的心情 继续去认真的体会跟阅读 但是相对的 内村建商的代表的日本人 就仅值作为历史上面的兴趣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过去日本在国家主义 跟军国主义的崛起的过程当中 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辩护跟信仰 那你不妨翻一翻内村建商的书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二 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